美国联邦众议员哈茨勒16号发布新闻稿 提出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法案 这项立法若是通过 将禁止中共高官及其家属获得学生或研究签证 进入美国大学 法案锁定对象包括中共党魁 中共人大代表和政治局常委等最高层官员 哈茨勒表示 当中国共产党犯下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的同时 他们继续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 接受世界级的教育 这种情况必须被制止 法案内容特别解释 中共官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或是孙子辈 都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大学 这是美国国会2月份以来提出的 第二个针对中共高官的法案 美国众议院多名共和党议员 9号首先提出了制裁中共法 全民制裁中共党内专制压迫人民的官员法案 制裁对象包括2000多名的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大会成员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瑞珍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